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要好消息 来自加拿大海教导学工资学院 我在学习汉语六个月 就通过了HC3G考试 我的朋友们都问我 学习汉语是什么感觉 我怎么说呢 那我觉得学习汉语跟交女朋友差不多 你看我刚认识我的女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她又漂亮又单纯又真实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她希望装的样子 What? 都是这样 我真的认识她吗 那我刚开始学习汉语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汉语又漂亮又简单又不难 但她学习久后就会发现 汉语越学越复杂 尤其是汉字 我朋友跟我说了这个句话 不好意思 我去方便一些 后来我问了朋友方便是什么意思 她说是像是书的意思 后来我的女朋友跟我说了这个句话 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这个话 为什么 太难了 还有更复杂的 但是我觉得汉语真有意思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意思快乐 请大家欣赏 我自己去方便 谢谢 可以带来的很嚴重 我现在想去 我带来的第一次 我不是问你 我就是游一个话 我许你这个话 她呢 我就是游一个话 我就是那些话 我就是游一个话 我就是游一个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大家